大家好,我是联想家用资深顾问Chris 现在来教大家如何设定平板 画面中的这一台是Lenovo Type P11 2代 一开始你可以先选择语言 那我们是选繁体中文 下一步 如果有网路,建议可以帮客户登录Google帐户 因为很多功能及Play商店需要登录才可使用 或者点选左下角离线设定,让客户自己设定 密码设定可以先跳过 在设定内的解锁与安全性可以设定 浏览样式这里就很重要了 像如果有些人是习惯iPhone的操作模式 直接滑动操作的就可以选择透过手势操作系统 那如果是喜欢传统三个按钮的 就可以选择透过三个按钮操作系统 完成装置 那你就会看到中间呢 这边就有三个按钮可以直接使用 几个比较重要的设定 打开设定的显示 你可以调整文字的大小 这边可以调整 那你只要返回 显示大小也可以做调整 色彩模式 这边可以选择自然或者是明亮 那我通胀我会设定成自然 有支援高更新率的萤幕 你就可以调整 就是萤幕的更新率 你可以设定成自动 或者是全部都用120Hz做浏览 或者是如果你想要省电 你就可以直接选择60Hz 你就可以选择 萤幕关闭的时间 你可以从这里设定 看你要30秒1分钟还是10分钟 萤幕感知 这个功能不是每一台都有 那如果你开启的话 你在注视这个萤幕的时候 它就不会关闭 在电磁选项 我通常会把电量的百分比开启 它就会在右上角显示目前的电量 那有一些电池保护机子 这就要看说你有没有需要打开 那如果你有打开的话 它通常就会充电的时候 就会到40到60% 它就会停止 平常可能是要外出使用 那这个功能就可以关闭掉 在解锁与安全性呢 就可以设定萤幕的锁定 看你要滑动操作 还是图像 或者是设密码 或者是说你要在这里设 脸部辨识 也是可以操作的 进阶功能中的工作模式 通常是外接键盘的时候 才会用到 你如果开启工作模式的时候 它就会把画面转成 视窗化的操作模式 去做操作 在系统这里呢 有系统更新 有联网的时候 它就会看有没有提供更新 可以做下载 操作的模式 你可以由系统中去做设定切换 在系统中的手势和动作 你可以开启轻触即可唤醒 就是你在待机的时候 随意点萤幕两下 它就会唤醒这台机器 轻按两下 即可锁定 这里可以打开 你在组画面的时候 点两下 它就会自动锁定 操作起来就会像这样 Android右上角下滑 这里面有很多快捷键的操作 那有一些是隐藏的 你可以点选以后 你就可以把它拖移 就可以加入快捷键 那你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还有很多功能是隐藏起来的 如果你想要重灌 你就点选系统 来选择重设选项 清除所有资料 回复成原厂预设值 按清除所有资料 按确定 它就会整个重新启动 那就会帮你做recover的动作 在这边 上滑键 就会帮你来 我说 你来做 我说